大家好我是韭菜 我们来说说6月25号发生了一件事情 6月25号凌晨 成都景江区的一名男子 带着女友和女友的闺女 在一家夜宵摊位吃夜宵 吃夜宵很正常 生活在中国城市的人 几乎都在街边小店吃过夜宵 我以前在上海 我家小区对面就有一个烧烤单 我晚上睡得比较晚 有时候我到11点时候肚子饿了 我就下去吃碗炒面 当然我知道这种习惯不太好 但是晚上吃夜宵 尤其是香烹烹的一碗炒面 或者是一顿烧烤会吃得很舒服 好了我们扯回来 那这天晚上 随英文来了一名非洲裔的男子 那整件事情变得非常不正常 他们正在吃夜宵的时候 来了一名非洲裔的男子 可以肯定的是吃夜宵的两名女子 他们都不认识这名非裔的男子 而这名非裔的男子竟然直接走过来 搭上其中一名女子 那么搭上也就算了 比如说你很漂亮啊 你很美啊 你很幸福啊 对吧 这也无所谓 他这个非裔男子竟然邀请这名女子去他家里玩了 大半夜的 请一个女子去他家里玩 谁他们都知道这玩意是什么意思 那女孩当然是拒绝这名非洲裔男子的无理要求 但是非洲裔男子竟然开始要索要女孩的威信 那与女孩子还是一口回绝了 你们不要以为所有的中国女孩都喜欢洋人了 都喜欢黑鬼了 还是有非常多的女孩子结成字号 只和自己的男朋友交往 非洲裔男子两个无理的要求都被女孩子一口回绝 不回绝我觉得才是神经病的 才真的是下见货的 然后呢 这名非洲男子就马上恼羞成怒 然后他做出来让大家大跌眼镜的事情 就是喊男的另外两个羊垃圾 黑垃圾 两个羊垃圾把矛头直接对准 一起吃饭的中国男子 并且只能中国男子说 走 有种咱俩出去单挑 可见啊 这三个羊垃圾在中国生活时间虽然不短 但是这个精髓已经学到了啊 什么出去聊聊出去单挑这种东西都知道 当然了 对于三名羊垃圾的这种挑衅 中国男子自知不理 那也是很正常 对不对 如果你理他的话 可能就会发生冲突嘛 狗鸟咬你一口 难道你还要对着狗再咬回去吗 对吧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这三个羊垃圾不依不牢 他们就 这个男子他不理他 他居然对这个中国男子大打出手 三个人打一个人 更何况这个黑人的体力 本身就比亚洲人强 我不是看不起亚洲人 我就说 这个黑人他 他这个天生的 他天生的这种体力就比亚洲人高 不要说三个黑洲人 三个非洲人对一个亚洲人 这个大打出手的 对吧 于是顺理成章 这个中国男子就被打成重伤 两名中国女孩也被打伤 其中一名中国女孩的额头 被那个黑鬼 直接丢出的盘子砸伤 这三个畜生 连中国女孩子都不犯过 简直是猪狗不老 畜生不老 猖狂自己 我真想问是谁给你们胆子 是谁让你们变得如此猖狂 如此他妈不要脸 他们打伤了人啊 然后就扬长而去了 临走之前 甚至有一个杨拉机说 在我们摩托哥 你们早在医院里了 意思说我们下手还太轻 你知道 小小的摩托哥人来到 这个中国竟然如此的嚣张 这个时候这些粉红粉蛆 怎么没声音啊 你们不是那个时候 在轰轰烈烈的抵制洋库 抵制什么日本库 抵制奈克 抵制阿迪 但是很奇怪 这三个人打完 三个非洲大爷 打完我们中国同胞之后 这些粉红粉蛆 包括胡叼盘 这些人都没声音啊 我记得以前看那个水虎传 被中国人骂了几百年的高雅内 就是高胎为高求嘛 他好像也做不出这种事情了 高雅内是高胎为高求的干儿子 在这个小说中 他是描述他是坏到极简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 高雅内和汉奸秦桧 流氓西门青是一样坏对不对 这一日高雅内带着水虫走在大街上 看到林娘子长得非常的漂亮 他拦住林娘子说 你且上楼去和你说话 你看像高雅内这样坏到骨头里的坏人 也没有在大街上对别人女人动手动脚 是不是啊 林娘子红着脸说道 清平世界是何道理 把良人调戏 高雅内遭到拒绝 居然没有殴打林娘子 林冲闻讯赶来了 对着高雅内喝池道 调戏梁架其人该当何罪 如同这天凌晨 那名中国的男孩 喝池这名非洲裔男子一样 高雅内遭到喝池之后 带着水虫 出庙上马去 走了 但是这个非洲裔男子 遭到喝池之后 叫来另外两个非洲裔男子 对这三个中国年轻人大的注重 这帮黑狗真的比高雅内还坏 是谁给他们权利啊 我想了一下 山东大学有三个学伴 对吧 他们给非洲留学生安排三名异性学伴 作为这个交换留学的这个条件 还有北师大胡比亮教授 这个胡比亮 胡比亮说 给非洲留学生 每人每年十万元 并不多 后来想一想啊 其实也不用太在意这些所谓专家学者的这些反制言论 一看就是没有逻辑 没有智商的言论 他们其实也是遵照上面的意思 这些人贼金贼金的 他们知道上面是怎么想的 对吧 上面一个小学生在这里这个国家的小学生的思路很简单 对吧 一带一路 给非洲兄弟捐钱 然后那些让这些穷国家来支持中国 那下面这帮混账的这帮有知识 有文化 北大毕业这些 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 他们马上领会上力了 然后就发声 又发出这些反制的言论 所以说你说 强国这个地方有啥希望 到处都是舔狗 没有什么所谓的忠诚啊 没有啊 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没有人敢反抗 那留下的都是这些 垃圾人 都是这些舔狗 都是这些太监 所以越来越多的精英 越来越多有钱人 他们看穿了这个社会的本质 所以很多人都选择移民到国外去了 我记得 一中千老师 他曾经接受过一段采访 人家记者问他 你觉得中国现在的现状是什么 他说现状就是这个社会的精英 这个社会的有钱人 他们带着知识 他们带着钱 移民去的其他国家 那后果是什么 那留下的是什么 当一个国家的知识和财富都走的时候 那留下的就是贫穷与愚昧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些非洲人 他们也没有什么 也不能全部把责任都怪在这个非洲人身上 你要想一想 是这个政府 是这个政大 给了他们这些权力 给了他们这些超国民的待遇 才让他们如此的嚣张 这件事情后来也是 好像那个公安局也是吵吵了事 吵吵钱 好像说他们是因为个人之间的情感 他们根本不认识 还说什么个人情感 放你娘的屁 我只想说 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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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想办法 逃离这个国度 逃离这个地狱 就这样 拜拜 拜拜